Hi, this is Kay, this is Annie 那我们这一期的Podcast呢 由我跟Annie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们在给学生进行美国、加拿大私校跟本格申请的时候 遇到一些小的细节 我相信我们提到的一些细节呢 一定会跟你产生一些共鸣对你受帮助的 OK,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当孩子在90年级的成绩不是特别好 在70分出头的样子 那么他想申请加拿大顶尖的 比如说多大的Rotman商学院 Western的IV以及Coin's Dismiss 成功的可能性是多少 这就让我想到他们刚找到我们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孩子10年级刚结束的暑假 然后那个时候呢 家长和孩子实际上是很焦虑的 也是很frustrated的一个状态 家长当时甚至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有问说能不能帮孩子申请到本科 这几乎是他当时最低的一个诉求 对,但实际上我们给学生申请的 整体是非常optimistic的一个 因为如果我们连这个信息都没有的话 家长可能会更加frustrated 更何况当时学生是结束了10年级 还有11、12年级两年 这对于实际家本来讲是更重要的成绩的两年 对吧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学生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分析为什么成绩第一 没错 那么普遍情况下 一般是三种原因导致孩子为什么成绩不会特别高 第一种就是很用心的学了 但是内容方面也有困难 所以学不会 那么第二个呢是 就是在能力上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呢 他没有太用心 所以成绩不高 那第三点呢就是沟通技巧啊 或者是发言技巧等等一系列的soft skills 又缺失导致成绩不高 其实我们最后得到结论 实际上这个学生是学习习惯不好 但比较乐观的地方呢 是11、12还有两年可以操作进步 其实这个学生我们申请的时候有如下几个挑战 第一,当时学生跟家长普遍看起来比较缺乏信心了 然而孩子本身呢也感觉不够open 因为看到身边很多的peer pressure 比如说同样的10年级的孩子 有的在准备SAT、AP想冲个美本 也有的孩子能在积极地参加更不一样的竞赛 同时呢另一个挑战是 家长对于如何规划孩子接下来的高中旅程感到非常的困惑 怎么样去prioritize他的task 他的这个规划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实规划的意思是 每个月孩子都要具体的任务 并且任务应该如何执行,如何进行监督,如何进行调整 再加上当时学生还没有完成专业探索 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 所以我们当时最重要的几个目标呢 第一个就是要build我们和咱们学生和家长之间的这个trust 那么第二点呢是帮助孩子重建他的信心 第三点呢是重新树立我们的可执行的并且可达到的目标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提供相匹配的资源 来帮助学生尽快的成长,尽快的提高 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就像coach一样 提供方法资源检测效果 那么在通过我们和孩子以及家长的不断的沟通和交流当中呢 我们发现孩子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 对 然后是一个people person很喜欢和人打交道 那么他的口头和笔头的这个表达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基于这些客观存在的条件 那么我们给他列举了在文理工商法医美七个专业的大方向当中 比较适合他的一个是人文科 对 一个是商科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法律相关的专业 那么最后呢孩子自己选择了商科 对那最后我们剩下的就是图书学生量点匹配相应的活动 最终孩子的offer是大满观 Ivy Smith跟Rochman都拿到了 你还记得他当时选的那个学校吗 最终我记得他选择的应该是Western的Ivy 那Annie对于我们podcast的惯例呢 我们用一句话来接受今天的分享 那么分享给大家一句话 一切的焦虑和不自信都是来源于没有规划以及不行动 对那么今天如果take away两个单词呢 就是planning and executing OK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